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告诉你这是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我都用阅读写日记 每年年终回顾这种踏实跟满足感 也绝对是你体会不到的 用阅读写日记 日记这种东西怎么用阅读来写 你也知道我很忙很注重效率 太花时间的东西就不用告诉我了 很忙又很注重效率是吗 这没问题 用阅读写日记一点都不难 而且可以说是自动书写 自动完成的呢 自动完成 这么神奇 我连丢北竟然不知道 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只是你没有去检查而已 REMO读抹电子书 每一年除了会帮大家 公开全站的阅读报告之外 也会帮每一个读者 都准备一份年度的个人阅读报告 个人年度阅读报告 这跟你刚刚说 自动书写自动完成 就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读者只要打开一本书来阅读呢 我们的系统就会自动 帮大家记录 他的阅读时间 阅读进度跟画线诸记 本来这样子的服务呢 是方便读者在 跨装置阅读的时候 都可以无缝衔接 但是也正因为我们帮大家 整理了这么多匿名数据 只要在稍作整理 就可以帮大家制作 专属于自己 独一无二的阅读报告啦 算是一种savis啦 啊 怎么这么好 所以说只要我看书 读墨就会像小书童一样 自动帮我写日记 之后我也不用自己整理 读墨就会自动 奉上美美的阅读报告 就是这个意思没有错喔 哦 那这个阅读报告里面 有哪些资讯啊 你也知道我现在是玩红的嘛 很多东西是不能 随便对人家看到的呢 哦 原来你担心的是这个啊 这你不用担心 因为读墨上面的资料呢都是匿名的数据 而且这份阅读报告呢 也只有你自己会看到 除非呀 你自己分享出去 不然不会让别人看到的哦 在个人的年度阅读报告里面啊 系统会帮大家整理 一整年的阅读的分钟数 跟你读完的本数 跟读过的字数 那也会帮你去记录呢 一整年的阅读分钟数累积起来 究竟是在站上排名第几名 根据我省准的预测啊 光是看这几个数字啊 读者应该只有两种反应 而且无论是哪一种呢 应该都会有满满的启发感 启发 谁 不过就是几个数字而已 哪有那么神奇啊 是说是哪两种反应啊 如果啊 你看到自己 累积的分钟数很多 读完的书很多 累积的字数超巨大 那就会有满满的成就感 就会惊讶于 哇塞 我一整年竟然读过这么多书 真的太厉害太惊人了 然后啊 你就会想要跟自己说 下一个年度我一定要延续这样的精神 继续努力下去 GO 这听起来跟我的状况 可能会不大一样耶 我的意思是说应该不是 所有人都会听到这么激励人心的数字吧 所以你应该就属于另外一种反应了 如果啊 你看到数字不尽理想 那你可能就会惊讶到下巴掉下来 想说怎么可能我整整一整年 竟然只读了这么一点点 为什么我阅读人生这么贫乏 然后呢 你就会花的时间开始去想说 到底去年呢 我都把时间花到哪里去了 接着你就会开始去思索 我明年一定要奋起 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在明年这个时候 让这件事情可以改观 你说说看 是不是无论是哪一种都超有启发性的 嗯 是这样说没有错啦 但是这些数据统计啊 跟日记还是不一样的吧 以前呢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广告slogan 叫做用照片写日记 那我们这个呢 叫做用阅读记录来写日记 每次啊 你看到你曾经阅读的书 就会开始回想到当时候阅读的时空跟氛围 在个人阅读报告里面呢 我们的系统会按照月份呢 帮大家来回顾阅读状态 你只要逐一点开每个月份呢 就可以看到那个月读完哪些书 累积的时间又是多久 那我常常呢 是在看到这些书封的时候才想到 哦 原来我去年读过这一本书啊 那当时候又在什么样的心情 什么样的状态 买了这本书 又打开来阅读 哦 我常常是看到书封才想到 啊 原来这本我还没读完 没错 所以啊 这个个人阅读报告也最适合在岁末年初的时候拿出来 我们一边用阅读记录来回顾一整年的生活 也顺便来看看还有哪些书没读完 要不要在新的一年重开进度 嗯 对了来思里 我去年有参加动漫青小说马拉松 超有成就感的啦 那我的个人阅读报告也会把参加成果收入进来吗 那是当然的咯 我们的个人阅读报告啊 会帮大家整理出来 前一年你参加过的阅读马拉松的达标徽章 让你可以看一看自己之前参加过哪些马拉松 完成了哪些阅读任务 那又跟哪些可爱的徽章十之交臂 从活动和徽章来回顾一年的阅读 也是蛮好玩的耶 那阅读报告里面还有些什么有趣的记录呢 我们呢 会帮大家计算一整年的平均阅读速度 也就是你每一分钟大概可以读多少个字 看到这个数字后才会觉得每个人阅读天赋 还真是有天壤之别呢 另外呢 我们也会用图表帮大家整理一些 阅读时段的分布 看看你大概是一天的什么时候来阅读 或者是一星期的哪几天最常阅读 像我的话大概都是晚上的9点到12点 是我最常读书的时间 再来的话就是中午一点多的时候 一边吃饭一边配书读 平常啊 我自己也不见得会发现有这样子的习惯 反而是看了阅读报告才会有一种 哇 原来如此的感觉 而且啊 连续观察几年才会发现 原来我的阅读习惯已经非常非常固定了 真的很有趣哦 哦 听起来好像一种心理测验的感觉 接下来呢 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啦 因为我们的系统会利用阅读的时间的长腿来排序 来帮你整理出来一整年你读过跟买过的书籍 哎 你为什么最喜欢这个部分啊 有一种说法啊 就是当你沉浸在阅读的时候啊 就会忘了时间的流逝 我常常也会有这种感觉 读的时候不眠不休 读完了意犹未尽 那如果你真的问我说到底我读了多久 老实说我还真是不知道 现在啊 透过个人阅读报告啊 看着自己每一年每一本读过的书 累积起来的这些阅读时间 真的非常非常有成就感呢 嗯 这真的是只有电子书才能整理出来的数据呢 你说对了 但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啊 其实是针对已经读完的书籍 那这个阅读清单很重要的一个另外一个重点呢 就是帮你整理出未来的阅读计划 嗯 都看过了 怎么会说是未来的阅读计划呢 因为啊 有一些书啊 你起了头之后 看着看着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中理了 又或者是你买了之后呢 没有立即打开来看 摆着摆着呢 就忘了有买过这本书了 透过年度阅读回顾啊 重新来看这些记录啊 也可以顺道来确认一下 看看明年要不要趁机会把这些书来读完 另外啊 一整年全部买过的书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机密数据 你知道吗 很多读者啊都非常庆幸 还好买的是电子书 隐秘性高又不占空间 要是啊 真的是买那么多实体书的话 到底要放在哪里啊 不仅年终大扫除啊就要麻烦了 如果被另外一半发现了 那就糟糕啰 这你放心 我的另外一半一定不会有的困扰 这我相信 你们怎么一副都很了解我的样子 我跟你说明年这个时候 我一定要让你们对我改观 那你一定要好好加油哦 根据我的观察 我们读默的读者真的是非常非常认真 而且越读越多 就拿我来说好了 我2018年的阅读时间呢 已经比2017年更多了 但是我的整体排名竟然还下滑一百多名耶 真的是强中自有强中手 没问题 我身为新时代斜杠力丁北 我明年一定要几进总榜了前一百名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 想要许一个新年的阅读愿望 那就赶快到下面这个网址 来看看自己的个人阅读报告吧 别忘了按赞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这集的读默使用秘记 电书就要这么读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来斯里啊 我突然觉得我刚刚话好像讲得太满了 哪个部分讲太满 总榜一百万那边吗 对啊 不然我们明年来新增一个看漫画的总榜 这样可以吗